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油管 运营商 殖民管道公司 上周五遭到駭客网路攻击关闭之后 被迫暂停运作6天 虽然昨天已经开始恢复运作 不过需要数天的时间才能完全正常运作 而许多司机仍然争相加油 全国平均的油价已经来到7年来 首度突破每加轮3美元 殖民管线从德州的墨西哥湾 沿岸地区输送汽油和喷射机燃料到东岸 管线长达8850公里 公司7号遭到黑暗面的駭客组织勒索软体攻击 被迫关闭整个网络 冲击到美东各州的汽油供应 从佛州到维吉利亚州 十多个州面临汽油端缺的问题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引起了更多消费者的恐慌 不少人带着油罐等容器奔向加油站来买油 殖民管线昨晚表示 已经于美东时间下午5点左右 开始重新启动管线运作 目前全国平均油价7年来 首度突破每加轮3元 尽管政府保证公油无余 许多驾驶人仍争相加油 加州某些地区汽油甚至超过4美元 而拜登总统昨天签署了行政命令 加强资安防护以因应近期骇客事件 该命令要求所有联邦单位采取基本资安措施 包括要求多重认证 以及软体制造商要遵守新的资安标准等 以色列和巴拉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冲突 仍未有平息迹象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 双讨以巴举事 随着冲突扩大 包括美国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在内的三家航空公司 宣布停飞以色列的航班 在哈马斯控制的加萨地区 周三晚再次向以色列多个城市发动攻击 发射了多枚火箭炮 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 有楼宇被火箭炮击中 以色列则向加萨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 冲突至今造成至少72人死亡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他已经指派负责疑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姆努 到当地斡旋 鉴于地区局势不断升级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表示 停飞至以色列的航班 联合航空表示 已取消芝加哥 纽瓦克 三番市周二及周三 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 而已预定本月25日 前往以色列的旅客 也允许免费更改行程 达美航空野村已取消周五 飞往以色列航班 美国航空则指 由于忧虑以色列的事态 已经暂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 而另外在日本方面 日本东京都再增1000多人确诊 大阪府和北海道 也分别有超过700宗的新的个案 当地媒体报道 大约40个原定要接待海外运动员的城市 现在取消接待 而日本在职医生组成的联合全国医师工会 在13号表示 要求政府要取消举办东京奥运会 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 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接待城市中 有约40个城市放弃接待赛前集训 及海外运动员的交流活动 此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担心疫情 也纷纷决定取消集训 根据千年线的介绍 在4月14号接到了美国田径协会 发出的集训取消通知 另外在北海道也原计划接待10名越南运动员 但在5月5号也接到了越南方面取消训练的通知 日本医师工会全国医师union13号表示 停办奥运的请愿书 当天已经提交个后生劳动省 请愿书表示变异病毒株已成为全球性的威胁 指出奥运会将为危险的病毒聚集并扩散 进一步产生新的变异病毒株创造环境 此外强调日本的疫苗接种在全世界落后 疫情持续蔓延的国家 没有资格邀请全世界的运动员来进行参赛 台湾高雄新达电厂在13号下午 因为外部的输配线路故障 结果导致电厂电力无法输出 机组也因此跳机 导致紧急进行分区的轮流限电 总计影响上千万户次 包括台北、高雄、扎益等地 都陆续有灾情传出 新达电厂因为外部的输配线路故障 导致电厂电力无法输出 机组也因此跳机 报道表示 受到新达电厂停机的影响 13号下午3点开始 全台湾传出了停电的灾情 包括台北、高雄、嘉义、台南、宜兰、西北等 几乎全台湾各地都传出了停电的消息 而因为停电多地的红绿灯失效 消防队也接获了多起受困电梯的报案 紧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甚至连防疫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也被迫中断 蔡英文总统表示 高雄新达电厂因为电网事故造成的部分机组停机 导致全台湾不同地区出现了停电 政府已经初步掌握相关的情况 正在紧急修复处理 供电将会陆续的恢复 新闻最后再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感谢收看本市段新闻快讯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持续关注华语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